这个中心的成立 我认为是复旦大学 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 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变革 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也就是要在复旦大学 搭建一个文化研究的 一个大的平台 学校也选择了我 来担任这个中心 这个中心的主任 这个中心成立将近三年来 我们着重在基础学科的研究方面 着重注意了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注重了 新媒体文化的基础研究 那么这一个领域 现在看来 把握的还是比较准的 当然国外它没有相应的这个领域 他们是把它叫做数码人文 这个领域在国外发展也非常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 主要是基于当前的媒介革命 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而新媒体作文中文化 已经完全进入到这里头来 推动社会的发展 那么这方面我们出了一批研究成果 第二个领域我们就着重在文化创新领域 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些年来 中央的顶层设计 也把眼光紧紧地看到了创新 如果说今天正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如果说过去的四十年 我们是不改革死路一条的话 现在是不创新死路一条 那么文化作为创新的核心动力 它怎么发生 怎么作用于这个社会的发展 它的激励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领域 着重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目前也有一批成果推出来 那么第三个方面 我们将会关注 叫数字革命带来的传播革命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 着重会瞄准 我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学科研 来多做一些研究工作